你今年确实32岁是吧 是 你确实是孩子爹是吧 对 你孩子多大了 10岁 怎么你说话还像个孩子呢 是儿子对吧 对 你离婚之后谁带着呢 归我父养 今天我父母带着呢 难怪 你就没怎么带儿子 对不对 是 比他大三岁对吧 对 您其实也有孩子是不是 有 孩子多大 12 也是个儿子对吧 女儿 女儿 对 两个孩子处得怎么样 两个孩子不怎么见面 我的女儿在前夫那 一年也就过了一次到两次 但是他儿子每个大礼拜都会过来 他对两个孩子不一样 他儿子就是每个礼拜都来 带他儿子上游乐场去玩 去买好吃的 但是我女儿来他就不一样了 我就想就是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 孩子为什么不一样对待呢 我就是说 对你女儿不好啊 你女儿来了 我也没说不带她出去玩 没带她出去买东西 那我还得咋样啊 你就挑这些小事 尽尽尽尽角跟我 你们俩在结婚还要孩子吗 他想要我不想要 因为我们之间都有了 就不必要再要了 我还想再跟他要个孩子 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再要一个宝宝 才能拉近我们两个的距离吗 因为我们两个经济条件都有限的 他每个月挣你也不多 我也挣你也不多 而且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身体不算太好 我就不想要这个宝宝 咱们有多少可以花多少吗 我接着再问啊 你现在能独立自主吗 能 我问问 孩子归谁带 现在归我母亲 母亲带 对 这个工资自己的钱归谁 现在一部分都交给母亲 是一部分还是全交 交了一部分 交给他妈妈管理 他妈妈就是 让他把钱 叫他妈妈管理 就是给我点零用钱 零花钱 就日常开销 而且就是每到换季的时候 给我买几套衣服 而且还是买那种最便宜的 所以感觉心里就特别不平衡 那我妈妈总就是想 毕竟我们两个还没有领证 怕我们两个胡乱花钱吗 咱们都这么大 都是成年人的 有什么胡乱花钱的 该花的不该花的 我自己不知道吗 你们俩可以这么多 谁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觉得多一点 那就说你们在一起生活 你是主要经济支柱对吧 我想就是两个人宰起 就是花钱都无所谓 因为宰起生活嘛 就是无所谓 两个人要是想好好 把这个家庭撑起来 就是谁花钱都无所谓 一点事 但是他有些事都听他妈的 特别小心眼 行 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 我特好奇这件事 就听下来我特别好奇 因为那个时候他开车 每次我处于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是来回接送我 而且感觉他这人挺好的 挺老实的 不会不像那种欢迎敲语那样 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呢 因为我那时候家庭 也是刚离异 心情感觉也挺不好的 偶尔一次跟朋友出去吃饭 遇见了他 一来而去的 我们时间长了 就每次吃完饭了 喝完酒了 就都是顺路嘛 我就把他们都送回家了 然后我再回家 你喝酒还开车呀 我那时候不喝酒 我开车出去不喝酒 挺好 你前妻为什么离开你 或者你为什么离开他 因为他对我父母太不好了 还是跟你父母有关 是吧 对 您呢 我那个时候因为他有外遇 男方是吧 对 是真要分手呢 还是说要帮他成长呢 我就要跟他分手 你为什么不分呢 因为我喜欢他 放不下他 我听起来就特别像个大男孩 生活里是不是你照顾他的时候特别多 对 累吗 累 所以呢 不想照顾 对 这可怎么办呀 老师们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赵老师 我觉得两句话 第一是别结婚 第二是 快乐 有点赞 你 要 是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